老师好,如果我们要新增有个转学生进来了,对不对? 或者有个学生转走了,或者有些学生资料打错,怎么办呢? 进到这里来,请点右上角这里是学生登录 那跟老师报告一下哦,现在看到中文是谁在做? 是Google翻译在做哦,OK吗? 安悠先生是Google翻译在做哦 它其实原来是长这样,我们今天用这个方式来录好了 那这里顺便跟老师稍微补充一下 有时候Google翻译会影响我们在操作 有时候Google翻译会影响我们在操作 这个软体大部分不会,有些会 来,我们在右上角选的student login在这里 老师看一下,新增一个学生在这里选这个地方 叫做add a student 我做一次哦,目前我这里有十个学生 我来点选add a student 好,第十一个学生,11号名字叫李大雄 这里,那点选add哦 打完字以后,点选这个地方 add把它加进来,然后再点储存 他说你要不要邀请家长,我们晚点再说 那第11号就进来了 因为前面我有加编号,所以预设就在这里 好了 好了 ?